雞爪虽然不是什么奢侈的菜 但是我两个女儿吃鸡爪 不把它吃完就不舍得下桌 说实话最主要是我觉得我烧的好吃 鸡爪凉水下锅焯水 放点生姜 料酒 然后再放点白醋 白醋能彻底的去除鸡爪的腥味 煮至水大开 把表面的抚沫捞干净之后 再把鸡爪控水捞出来 捞起来的时候不要关火 从开水锅里捞起来就非常的干净了 重新起锅 锅中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姜末倒进来 稍微的给它爆炒一下 然后再把鸡爪倒进来煸炒 将和油煸炒均匀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生抽可以多放一点 然后再加入一丢丢老抽上色 继续把它们翻炒均匀炒至鸡爪上色 鸡爪炒至上色之后颜色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 接着我们再加入一小勺白糖 把糖炒至融化炒均匀 糖炒均匀之后直接往里面加入清水 水的量稍微没过鸡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放入一包这样一小包的香料包 一般两斤以下的食材放小半包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锅盖 让它焖煮10至13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现在闻着就特别的香了 先把香料包夹出来 这样焖的鸡爪满屋子都是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盐 把它翻炒均匀 这时我们就可以放入蒜末 蒜末切成颗粒 红烧鸡爪一定要多放点蒜末 稍微给它翻炒一下 这时再把切好的红辣椒放进来 把红辣椒炒拌均匀 为什么蒜末要最后放呢? 因为如果蒜末放得太早的话 一焖蒜末就焖成糊了 所以蒜末要最后放 辣椒和蒜末炒至八九分熟的时候 再加入一点味精 再把味精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做出来的香辣红烧鸡爪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红烧鸡爪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焦蘑莉天天分享